馮先生 剛剛見到元朗公共交通交會處有一個糾紛 據知你都看完整件事的事發經過 你可否簡略說一說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剛才我下來見到婆婆 見到婆婆和食藍處的人員在喊交 食藍處的人員暗示車不讓它動 其實婆婆其實是有牌子的 我想問婆婆在賣什麼 在賣手式的東西 明白 食藍處人員暗示車不讓婆婆拿走 其實婆婆當時已經有意欲想離開 其實已經在收拾東西 見到食藍處的來勢已經想離開 其實已經收拾貨 當時大概是6時9時 大概是2小時前 明白 是 其實婆婆有意欲想離開 但是食藍處就說要報警 你想的 然後呢 食藍處就說要報警 是 其實婆婆那一刻就想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即是那一刻她想拘捕婆婆的 是 那一刻她被警告後已經想拘捕婆婆 婆婆想離開 是 那我想問當時 其實在這裏 因為據我所知 都平時有些小販單 是否只有婆婆一個人 不是的 剛才也有很多 以拉架一些東西 但是 當我們問食藍處的同事 人員 以拉架怎麼處理的時候 她就沒有 沒有說 是 你等我先 等我先 當時是有些寬頻公司 寬頻公司 寬頻公司 直到警察來了才去找寬 抄一張牌 我想問警察在事發之後 大概幾久來到呢 我想都要三四個字 當時在這裏擺東西小販 是不是婆婆給一個年老 還是 你覺得食藍處為什麼會去針對她 或者去抓她呢 聽食藍處那個人員說 她就說 每一天都 連續警告 這個婆婆三天 因為她今天 還看到她 所以就要馬上拉架 食藍處說這個理據 她有沒有提出任何證據 去證明她的說法呢 沒有的 我想問 現在我大概看到 有五至七名警員 都有相同數量的食藍處人員 當初是否有這麼多人來檢控她 其實是說 只有三個人 後來是說 要報警 然後就報警 那位女士報警 有一位女士 以你所知 現在 大概過了兩個小時 整件事的結果是怎樣呢 整件事的結果 婆婆也是 被人抄了身份證 也是有機會被人檢控 OK 好 謝謝